这个臂力棒你掰得动吗 现在都流行街头挑战 有人就搞了一场臂力棒的挑战赛 桌子上有四个臂力棒 大家看到了 这粗细都不一样 掰完最细的可以得到五美元的奖金 最多的可以得到五百美元的奖金 观众们非常的热情 45磅的臂力棒被一个白衣小伙轻松就搞定了 接下来更粗的臂力棒他也试了一下 但是要知道挑战如果要是失败了 他之前的钱也拿不到了 小伙子选择冒险一试 结果再次搞定 他现在可以拿到25美元的奖金 小伙子看了看第三个臂力棒 感觉自己有这个实力 结果挑战失败 这下一分钱没落着 黑人小哥在旁边看了半天了 估计已经摸清门道了 这小哥最近正想搞点钱滑 看这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小伙子有点着急 直接挑了最粗的 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关键他实力也不够 这就叫力道用时方恨少 小伙子直接挑战失败了 看了半天的眼睛小哥 悟出了其中的真理 他直接挑了最小号的臂力棒 这边掰完臂力棒 那边拿钱直接就走了 有一位白衣壮汉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被大家鼓动着上场试一手 结果连续搞定了120美金 最后他也是被胜利充分了头脑 拿起了最粗的准备挑战一把 结果一切全部归零 本来马上要空手而归了 主持人面在他是目前表现最好的 还是送上了100美元以示鼓励 这种情况再不给钱 估计那就没人去挑战了 好多人都去挑战了这四个地里棒 到最后的结果也是不尽人意 虽然有的人也接近成功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拿到500美金的角度 你别错 最后有一位亚洲力量代言人出现了 这位红衣小伙轻松搞定了前面三根地里棒 主持人最后也没忘了提醒他 最后的这一根 你如果要挑战失败的话 前面的钱你也拿不到了 这红衣小伙哪听你这个 最后是一败道理 无可争议的获得了胜利 主持人兜里的钱一下就见了地 兄弟们 这种挑战赛 如果组团都去挑最轻的去败 主持人兜里的钱是不是也很危险呢